大家好,我是坦皮书,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1月13号 这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993天 也是迪布朗尔纳强力俄军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的第43天 乌军在库尔斯克已经呆了99天 很快就要满100天了 根据这个双方的战报 可以知道俄军在库尔斯克可以说是发动了这个惨烈的人肉冲锋 昨天咱们也说了 这个迪布朗尔纳为了在特兰普上台之前 也就是在特兰普抛出这个乌克兰和平计划 这个要求24小时正在停火 这个之前他是一定要把乌军从库尔斯克赶出去 反过来说就是普京他是不能接受乌军占领库尔斯克 在这种情况下停火 他没有办法向俄罗斯人交代 怎么你发动特别尊重行动 你是去乌克兰清除纳粹 对吧 清除这班德拉分子 怎么自己的领土少了一块 所以说注定啊 这个接下来这么几十天里面 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恐怕是越打越惨 越打越机灵 11月12日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部署了5万兵力 试图在特兰普 明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之前 从乌克兰手中夺回库尔斯克 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官表示 碎万计的敌方士兵已经抵达 将乌军出局出这片俄罗斯领土 这加剧了西方对战争升级的担忧 北约盟国认为 普京希望在1月20日 特兰普就职前夺回被乌克兰占领的领土 一份英国国防情报评估报告显示 俄罗斯很可能在未来几天利用靠近边境的新发射场 加大对乌克兰阵地的无人机袭击 这个泽伦斯基也说 俄罗斯已经准备了5万士兵 包括朝鲜士兵 企图将乌克兰军队赶出库尔斯克阵地 目的是夺回自8月以来失去的领土 同时继续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攻势 泽伦斯基在这个电报频道发文说 乌克兰士兵在库尔斯克 与将近5万名敌军作战 根据媒体报道 美国和乌克兰官员证实 看到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训练部署 预计莫斯科和平染军队将在未来几天发动全力攻击 官员们担心 这次袭击将是基辅在俄罗斯取得的所有进展 化为物业 克里姆林工的军队已经在库尔斯克和乌克兰东部 取得了缓慢但稳定的进展 一名乌克兰的指挥官告诉CNN说 曹县士兵涌入战场 将使克里姆林工能够将自己的军队 重新分配到东部战线其他最需要的地方 从军事角度来说 他们相当于三个全军旅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指挥官 这样解释这次新的俄朝联军 为了赶走乌军 这个俄罗斯出动空天军 向乌军的周地投降这个滑翔炸弹 也叫这个FAB3000 要实行焦土政策 这叫不惜代价 要将乌军赶出俄罗斯领土 整个库尔斯克战线 双方战斗激烈程度剧烈增加 根据最新战报显示 俄军在伯格里布基列格夫卡 新伊万诺夫卡和达利诺区组织了多次进攻 并投入装甲车进行火力支援 乌军则继续使用无人机 以及夜间铺设的地雷等方式阻击俄军 那么乌军阻击俄军取得什么战果呢 根据《图兵报》的报道 说这个俄罗斯人在库尔斯克地区 反攻变成了一场灾难 三天来俄军一直在库尔斯克地区 进行大规模的反攻行动 以江南军队赶出那里 俄罗斯军队目前仅遭受巨大损失 仅收复了两个小村庄 还有这个军事博主的报道 就是俄罗斯不停的在库尔斯克前线 发动大捂摸进攻 多达三百名俄罗斯人伤亡 这个有媒体说 敌人对库尔斯克地区 叫辛瓦尼弗卡五次进攻 均被乌军击退 今天在诺沃一万尼弗卡村 附近是极其艰难的一天 俄军曾五次试图 同时跳入村庄 及其周围地区 共有29辆转甲车参与其中 前三轮攻击 共有七辆转甲车 其余两攻击 共有四辆转甲车 29辆转甲车 至少有18辆被摧毁 俄罗斯人死删人数难以计算 但可能多达三百人 对俄罗斯人来说 今天无疑是黑色的一天 乌克兰的第255突击营报告说 库尔斯克地区发生了数起 俄罗斯大型机械化突击 据报道 昨天就发生了四起此类袭击 以纵队形式连续冲击 冲击乌军的阵地 当然首先迎接他们的是地雷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去年五月份 乌军在扎波罗热发起的反攻 现在是倒个个儿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 俄军在库尔斯克边境地区 消灭乌军士兵三百余人 国防部表示 过去一日 俄军消灭乌军士兵三百余人 摧毁坦克一辆 五名乌军士兵被俘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在库尔斯克方向战斗行动期间 俄军消灭乌军士兵超过3.14万人 这个数字也被普京 在什么瓦戴尔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 向嘉宾宣布 显然普京被他的手下给蒙蔽了 因为普京说在库尔斯克 已经有两千多乌军士兵被包围 关键是 可悲的是这些乌军士兵 居然不知道自己被包围了 后面又说 在这个中前线三个地方 乌军有一万人被包围 那今天又放话 说在库尔斯克 乌军已经损失了三万人 大家也记住了 在库尔斯克乌军是防守 俄军在进攻 对吧 按照常识 谁的损失大 对吧 一般的是进攻方 损失会更大一点 因为你发动进攻 人家在那防守 这种情况下 如果乌军损失三万人 那俄军损失多少 所以说 迪宝朗人已经完全被他的国防部 总参谋部 被他的手下给蒙蔽了 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 你要包围乌军一万人 乌军都是机械化部队 你把一万人给包围住 你得有多少万人 对吧 在乌冬前线你俄军一共多少万人 你心里没点数吗 所以啊 这个迪宝朗人 就完全活在这个 他的部下啊 给他精心编制的谎言里 这是真正的信息简法 迪宝朗人他完全不能理解 为什么乌军 为什么乌克兰的装备越打越多 乌军越打越强大 对吧 每天死那么多 每天摧毁那么多 乌军的坦克转甲车 为什么他们越来越多 没法解释 这个乌军不仅在前线抗击这个俄军的侵略 乌军还继续在俄罗斯敌后进行积极的活动 乌克兰情报总局部 当地时间11月9日夜间到10日凌晨 一架隶属于俄罗斯陆军航空兵第344作战使用和再训练中心 第92中队的米26陆武装直升机在莫斯科附近的空军基地 叫克里5号被焚火纵火焚烧 这个军情总局的人还透露 说根据以往类似情况看 很有可能是俄罗斯人接受了乌克兰军情总局的悬赏 偷偷溜进俄军基地纵火烧毁俄军装备 烧毁这架米25武装直升机 报酬可能超过500万卢布 也就是约合5万美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富 你去把这个俄罗斯的武装直升机给烧掉一架 奖励你5万美金 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 这个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最近表态说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只有胜利和失败 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即使不援助乌克兰 欧洲也绝不会丢下乌克兰 即使欧美一些国家不援助乌克兰 乌克兰也会顽强战斗下去 直到像阿富汗那样拖垮占领军 这个吕特说啊 乌克兰不会失败 如果乌克兰失败了 那将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失败 那将是一段野蛮战胜文明的可悲历史 如果特朗普把弹拱手让给普京 吕特说啊 他将亲自把美国驱逐出北约 这个吕特说啊 只有胜利和失败两条路 而且乌克兰不会失败 那你说谁失败呢 咱们早就说了啊 这个吕特啊 他以前是荷兰的首相 这个叫君子报仇十年部 正好是在十年之前 发生了一起空难 这荷兰人呢 无趣申冤了 你能拿俄罗斯怎么办 一点脾气都没有 现在上天给了他一个机会 当时那个空难就是吕特处理的 所以他对俄罗斯人的了解 对吧 他对俄罗斯人的这种仇恨 那结果他当了北约的秘书长 你说他能对俄罗斯绥靖吗 所以他在说啊 如果特朗普要把乌克兰给出卖了 他要亲自把美国踢出北约 这就叫硬气 如果把美国踢出北约 那欧洲就真正的变成欧洲人的欧洲 由于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啊 他这个政策有很强大的不可预测 就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 所以说这些欧洲国家领导人 那都是底线思维啊 怎么咱们一直说到叫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特朗普不仅要搞他的24时停火计划 而且还要逼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欧洲这些国家都支论起来了 首先看法国啊 这个法国一向打雷多下雨少 干说不练的时候多 但是现在呢 这个法国显然啊 对吧 到了紧急关头啊 他不得不支论起来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与北约密事长旅特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他唯一的谈判途径 就是在必要时向乌军提供权力支持 为了我们公民的安全 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乌克兰 一个强大的欧洲和一个强大的联盟 对乌克兰的支持 仍然是绝对的优先事项 最近朝鲜士兵部署到前线 代表着事态严重升级 法国将会把军事预算增加一倍 增加一倍 有了钱就好办事啊 这个具体的措施呢 首先法国宣布啊 将在短期内向乌克兰提供6架换营 2000-F用途战斗机 这个就加倍了啊 这个前两个月他承诺的是先送三架 这回改了送6架 这个法国送6架换营2000-5F这个战斗机啊 也不容易啊 这乌克兰到现在为止也才是6架F16吧 这个趋势大家能看到 总之未来乌克兰天空上会有很多战斗机 这个心急吃不着热豆腐 这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这战斗机这玩意 这个空军的这种战斗力啊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拥有 他跟那个坦克不一样 对吧 他跟那个单兵操作的武器又不一样 然后法国宣布啊 在2024年底前向乌克兰供应600枚高精度锤子航空炸弹 法国计划将在2025年将这些炸弹的产量增加到1200枚 供乌克兰和法国使用 这个锤子航空炸弹就像那种次的FAB啊 那种滑翔炸弹 不过这个锤子炸弹会更精准 它是华翔制导炸弹 这个英国首相斯塔莫啊 准备在下周于巴西的G20峰会上 向西人的美国总统拜登施加压力 要求他批准一项价值2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用于支持乌克兰 电讯报11月12日报道说 这项行动是欧洲大国试图在特朗普明年1月上任之前 推动拜登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力度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容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风暴音导弹 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斯塔莫首相还计划在G20峰会上 拜登一对一讨论 寻求达成更具体的合作员务方案 这个斯塔莫啊 他跟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一致了 甚至还有这个波兰的总理啊 就是要防止啊这个特朗普上来之后啊 突然放弃乌克兰 那德国人什么态度呢 这个德国的后任总理啊 也就是德国总理贺选人啊 叫梅尔茨 他对媒体说啊 如果我成为德国总理 我将就乌克兰问题 向普京发出最后通牒 他这个表态跟那个特朗普相似之处 但是特朗普说的是24小时之内停火 这个梅尔茨说的是他要给普京啊下最后通牒 让你停火 他如果普京不能在24小时内答应要求 也就是停火啊 他准备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 并容使打击俄罗斯领土 如此多时啊 这个梅尔茨说 他准备先于泽兰斯基上台 然后与普京通话 这个梅尔茨啊 他明年很快就要担任德国总理 你看德国的态度就是要逼普京啊 实际上这些西方国家啊 对欧乌战争大体就是两条路线 主流就是两个路线 一个路线就是快速的打败俄罗斯 他并不单一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 也不怕战争升级 一条路线就是慢慢放血 不要升级战争 这个拜登为拜登舒尔茨 都是这种路线的 相反啊 主张乌克兰投降的非常少 甚至啊 美西方领导人 现在没有人说 敢直接说啊 让乌克兰投降 就连这个匈牙利的总理 俄尔班 他也不敢这么说 他只是说停火谈判 所以你总结一下 在支持乌克兰这一块 那一个就是稍微温和一点的路线 就是温水煮青蛙 一个就是激进路线 这个《泰晤士报》报道 英国总参谋部提出 破坏特朗普对乌克兰和平参与的选择 你看这英国人啊 你特朗普要是乌克兰土地啊 那他们就要破坏 这个英国空军参谋长 叫理查德·奈顿表示 西方必须容使基辅 使用英国制造的远程导弹 攻击俄罗斯境内 伸出的目标 在他看来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他强调啊 我们应该容使乌克兰 向俄罗斯发射英国导弹 乌克兰人和我们都需要的是 对投掷炸弹的飞机 进行地面打击的能力 实现这个英国的空军参谋长 和这个首相斯塔莫啊 他们的主战都是一致的 这个特朗普啊 他还没上台呢 他的乌克兰和平计划 已经传出了很多版本 对吧 都在传言啊 这特朗普本人 他也没有发表什么说话 虚虚实实 甚至啊 还有媒体说 特朗普已经跟普京通了电话 而且也是下了最后通牒 威逼利诱 但是这个俄罗斯的新闻秘书啊 佩斯科夫说 这就是造谣 自虚无有 普京根本就没有特朗普通话 所以你看啊 各种传言非常多 但是有一点啊 恐怕对迪巴老人来说 不是什么好消息 就是特朗普的人事任命 当然这恐怕也是传言嘛 他没有最后定 首先是啊 特朗普可能任命 迈克沃尔兹 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这个沃尔兹啊 就是典型的强硬派 对吧 他早就呼吁啊 拜登政府 向基辅提供更多的武器 帮助其击退而去 这个沃尔兹啊 说特朗普承诺在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举行会谈 绝对合理 并且表示说啊 如果普京不合作 可以利用杠杆 比如解除对远程武器的手铐 提供远程导弹给乌克兰 对吧 这又是来一个 要对普京进行施压的 这个迈克华尔兹 在接受福克斯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啊 他说普京啊 只有在冷库无情的钢铁 和军事力量面前 才会把修 换成咱们的话说 就是普京 只是听得懂 大炮的声音 我们必须向乌克兰 提供尖端武器 我们必须支持 泽伦斯基 努力取得胜利 并将俄罗斯 彻底赶出乌克兰 总之这哥们 至少现在表现出来 这是一个 对普京不那么友好的 这么一个人 然后特朗普啊 要任命的 这个国务卿 叫卢比奥 这个卢比奥呢 又是一个 外交方面的鹰派 这个9月份啊 卢比奥讨论 欧乌战争 谈判解决的必要性 他说我不站在俄罗斯一边 他说当不幸的是 现实情况是 乌克兰战争的结束方式 是通过谈判解决 我们希望 到那时 乌克兰方面 比俄罗斯方面 有更大的筹码 这确实是我心中的目标 卢比奥说 这个卢比奥的态度啊 比较接近于特朗普本人 也就是说 他希望欧洲啊 多承担义务 多出钱 然后他也希望 乌克兰能够取得胜利 能够有更多的筹码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啊 这个目前特朗普传出风声啊 这么两个最关键的 一个是国务卿啊 一个是安全顾问 那都是对普京啊 对俄罗斯不太友好的 这么一个比较强硬的 目前还没有亲俄人士啊 进入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班子成员 下面就看国防部长 然后什么 总参谋长 如果国防部长也是个强硬人物 那特朗普 他也不可能说对俄罗斯啊 能够这么友好 对吧 从用人上面就能看 这个英国的泰晤士报说啊 特朗普能阻止 与俄罗斯的战争吗 乌克兰人说啊 不 只有我们可以 这个泰晤士报报道啊 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攻击 80%都是使用无人机进行的 很快就会到90% 新兵学习使用电子游戏控制无人机 使乌克兰打造优秀军队的机会 也就是说啊 这乌克兰往后 对吧 他会越来越独立 他需要援助 但是恐怕不是那么 百分之百的依赖 这个欧盟啊 又在准备对俄罗斯实施第15轮制裁 27个成员国正在向欧盟委员会递交提案 目标是11月19日全面战争 1000天纪念日之前提出加强制裁措施 制裁可能在2025年2月之前最终确定 也就是套在俄罗斯人头上的这个绳子啊 是越来越紧 只要欧盟啊 坚持制裁欧罗斯 这个欧罗斯的经济他就好不了 特朗普即使啊 他取消了对欧罗斯的制裁 只要欧盟继续制裁 那欧罗斯的经济好不了 因为欧罗斯的经济跟美国关系不大 他主要依赖欧洲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这个有媒体报道啊 说这个普京的助理啊 就是总统助理 帕特洛舍夫居然放风啊 因为这个帕特洛舍夫是个情报头子啊 他说啊 为了在选举中取得成功 特朗普依赖某些力量 他对此负有先硬的义务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他有义务履行这些义务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 他言下之意就是特朗普他上台啊 是靠着某些国外的力量 把他推上去 言下之意好像就是 已经啊 帮助特朗普冲返白宫 那你 对吧 就得偷逃报礼啊 你冲返白宫之后 你要感谢这个迪巴老人 有义务履行这些义务啊 这个帕特洛舍夫说这样的话啊 你很有可能激怒特朗普 这个俄罗斯的啊 可泡界的听话吧 就梅德菲杰夫说啊 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 不会改变特别军事行动的进程 这只是延长基辅政权痛苦的一种方式 这个梅德菲杰夫显然啊 是回应这个德国基民谋总理候选人 梅尔茨还有斯塔莫 这个英国首相 实际上我认为啊 拜登应该抓住他 还有这个两个月的时间 赶紧批准乌克兰的武器解禁 给乌克兰时间 在特朗普1月20号就职之前啊 先把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线 300公里以内的这个军事目标 全部给他摧毁 对吧 炸一遍不行 炸两遍 炸完之后啊 无论特朗普上台以后 采取什么措施 如果乌克兰不能接受的话 他就完全可以有理由 有能力不接受 即便特朗普不再援助乌克兰 但是由于这个乌克兰边境的 这个俄罗斯的军事设施 机场 对吧 这个基地 这个兵工厂 交通缩纽 仓库 还有联邮厂 都被摧毁了 那俄罗斯就是想发动反攻啊 他也没那个力量 所以特朗普即便不援助乌克兰 乌克兰照样可以挺上几年 如果欧盟再加大援助力度 那乌克兰可以一直挺下去 特朗普也只能干四年 四年以后是什么情况 何况俄罗斯有可能的坚持不到四年 所以说啊 这是迪伯老人最担心 所以他才会不停的放出狠话 对吧 你要是敢对乌克兰武器解禁 美西方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纵身 他就要怎么样 升级战争 所以说啊 这是拜登啊 侵蚀流民的最好时机 这样是保护啊 拜登的这个政治遗产 对吧 也是最佳手段 也就是特朗普上了台都没用了 这个乌克兰已经造成继承事实 这个会极大的削弱 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实力啊 对吧 你想啊 300公里以内的这些军事目标都摧毁了 至少给俄罗斯的这个后勤啊 增加了巨大的压力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